他們的風態20日後早起開始離開台灣 不過也有違反流率造成中部貨車不斷 北岸客的水位也因此來到更改的防衛 連經客旁的北岸主後早起是經濟收離 南萬里辦公室報告 現在北岸客水已經在地上傳了 請國主要在演法的主要請大家注意 我們要來做移行性的收散 事情處理比較安全 現在水位還沒站在哪 做移行處理 以前都是超級管理室 超級管理室就是在祖候那裡已經到半人關了 一些老人我們都已經協助他先起來了 不然因為他行動比較不方便 看到北岸客水巴老附近祖候分分出來關心 連這裡家裡新港後到便救也被客水引起 尤其洪搜索 帶來的客水外面讓人看見到新京京 有在掛地建造的農民 也只有站在河边 面对他们的风台带来 河西委义北港风局中 也请住康宅关枯宅景 站出来河游民众注意安全 在北港溪的水位 已经到达警戒线 大概7米左右 所以我们现在是呼吁 所有在北港溪附近的居民 跟商家 尽量能不能先劝离 如果水位再增高的话 可能会配由政公司来做强制 来撤离北港溪沿岸的地方 也保障所有居民的安全 虽然唐美洪台已经离开台湾 不过华为反流也许 继续影响台湾天气 参加区行银海地势 及其民也许要随时提高警戒 记者的资讯 中文字幕志愿 一分钟 呢